上个月24号台南一间杂货店 发生了随机杀人案件 熊贤欲藏剪刀到店里头 假装要买酒 趁机攻击老板 警方逮到人之后 嫌犯坦诚说 因为不满钱东家 不断地找他麻烦 再加上有金田纠纷 为了预期犯案 才会找上无冤无仇的杂货店老板 当然啊 吓死人了啊 老板娘听闻凶贤动机 居然是练习犯案 简直不可置信 原来上个月24号 熊贤在高雄偷了车 来到台南这间杂货店 买完水跟饮料又回到店里 假装买酒 趁老板介绍拿出预藏剪刀 从后方下手 其实他一进来 一直摸口袋这里 放在口袋里面 他手都一直按着胸器 转个头 他说买两罐酒 然后要拿酒 他手就马上刺他大动脉这里 好像一刀就要毙命这样 大动脉就是一刀要给他毙命 奋力抵抗才保住一命 脸部 胸部 手部全都是伤 明明两人无冤无仇 胸贤却是早有预谋 因为要练习犯案 只是真正目标到底是谁 警方疑问之下 原来这名胸贤之前是做电线捆工 布满钱东家工作期间 不断找他麻烦 加上两人有金钱纠纷 没把握对钱东家行凶得逞 才会随机找上杂货店老板 而当时胸贤 但安全帽行凶 增加警方追气难度 最后花了30小时将人逮到 就怕之后再发生类似事件 老板娘在杂货店贴出公告 嫌犯带安全帽入内 老板也是当一班客人 如果遇到事情 没办法照到嫌犯的全联 虽然胸贤裁定收押 但杂货店家心有余悸 好好做生意 无缘无故被攻击 只能提高警觉 保护自己 记者黄富奇台南采访报导 有点免费 我希望你能够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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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久不見了